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終始觀眾跟粉絲報掃描 QR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台灣的疫情再度緩解 但是全球的疫情再增加 在美國12歲以下 這一次染疫的人數暴增 主要的核心是Delta疫情的失控 在中國內地揚州疫情的失控 也使得疫情再度炸鍋 也因為疫情的炸鍋呢 高盛最新的研究報告 直接砍了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事實上在美國白宮也警告 整個供應鏈會左右下半年經濟 那整個全球還在受到疫情 這一個肆虐的同時呢 冬奧謝幕 然而在中國幾個金牌選手的故事 變成網路上的重要核心人物 包含著14歲的這一個跳水金牌 全紅蟬 那他的親苦人生 背後反映的是運動背後的靈魂 那奧運的場合當中 事實上這一次美國的專家挺台灣 特別是認為中華台北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呼籲要挺台灣 突破北京的防線 同一時間在這一個美中關係對峙的時間點 中國核潛艦鬼鬼祟祟跟蹤英國的航空母艦 結果被發現了 那這一次被發現之後呢 使得美中之間的關係再度更加的緊繃 然後同一時間美國媒體最新追蹤報導 台美日應該共同軍演 主要判斷是來自於呢 這一個美國相關的智庫跟媒體專家認為 台灣將與中國為自由而戰 然後事實上 這個週末還有一個重要的 這一個美國相關的學者跟論壇裡頭評估報告 這個報告裡頭說 賢品如果開戰的話 白宮百分之百出兵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梁龍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頭笑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財務專家朱越忠 大家好 再來是公民老師黃一忠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喔 奧運羨慕 那在美國內部一片聲浪要挺台灣 特別是強調中華台北並不存在 這一次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不斷的增加 那裡頭很大的這一個國際政治跟經濟的角力大戰 當然是美中的對決 好 創夏剛看到奧運這一次喔 在四人的這一個高度關注當中落幕羨慕 但是那幾個金牌選手的故事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特別是中國的14歲跳水金牌得主全紅蟬 他得到金牌的第一時間反應是希望把獎金獻給他媽媽 讓他媽媽醫病 是的 這一次奧運結束了 美國最後得到39面金牌 113面的各種獎牌 所以是全世界第一名 拜登特別跟那些選手網路上視訊來振奮他們 但是拜登特別講說他們那種不屈不牢 跌倒的精神又要站起來 這個就代表著美國的精神 美國的靈魂 拜登特別講了兩位 一個是女性的一個平平幕的選手 她本來先前因為有些心理上的因素退出比賽 但是最後我還是站出來還是繼續來參與比賽 另外還有一位是田徑選手 在跑步的時候這樣一個精神是跟別人一起半倒 半倒之後兩個人相互扶持走完全程 所以拜登特別講美國的運動精神就是不屈不牢 跌倒的時候站起來而且跟別人一起扶持 這個叫做美國的精神 對於奧運其實可是對中國來講 他們的精神就是金牌金牌再金牌 所以他們38面輸了變成第二名的時候 小粉紅又受不了了 小粉紅又站出來了 他們特別加是把港澳台通通加進去 通通叫做中國 他們還下面寫的是大號小號一起上 這樣才叫做棒棒棒 把他們台灣的金牌加進去 香港金牌加進去 他們說他們才會贏 可是這樣一個狀況硬掰下去 連中國正常的粉紅都受不了了 所以如果照你這樣加的話 那美國還有很多直屬的地方 那些金牌要不要加進去 歐盟加起來就五十幾國 還有大英國鞋如果整個加起來 中國沒有這樣子搞的 可是在這個金牌裡面呢 剛剛講的美國的精神 美國的靈魂就是不屈不牢 但是在中國裡面呢 那個全紅蟬 他這個金牌的精神 讓人家看得非常的感傷 一個令人感傷的靈魂 這個故事就跳出來了 這個全紅蟬真的很厲害 他今年三月的時候才滿十四歲 所以他是才有資格 但是首戰真的就贏了 他跳的時候 三次從十公尺跳水下去 跳水下去之後三次滿分 為什麼 跳下去之後 真的就像一根針砸到水裡面去 一滴水花都沒有出來 水花消失處 所以人家說哇這太厲害了 拿到了金牌 可是這麼一個厲害 這麼一個箭子你看到沒有 直接下去水花不見 這樣的一個那麼厲害 人家就問他的時候 在記者會的時候 沒想到記者會上他哽咽了 他說他為什麼這麼努力 是因為我的媽媽生病 他我那個字不會唸 但是我是媽媽就是生病 我講不出她是什麼病 說我必須要賺錢 我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把這個錢賺回去 讓媽媽能夠去看病 所以他這個整個苦練的精神 苦練的狀況 就是為了想要找到一點錢 讓他媽媽去看病 所以問他說怎麼練出來的 就是拼命的練 他其實你看 他是從七歲開始就開始練 他是在哪裡 在廣東湛江 其實湛江已經不是那種 整個中國偏遠的山區 很多雲貴高原 湛江基本上在廣東這邊了 沒想到他那邊的整個家庭 他們的收入還低於中國的平均線 一個月大概是四千塊新台幣 他們都沒有 然後在2017年他們生病了 車禍之後 生病之後出了很多狀況 他家有五個小孩 他是老三 車禍之後出了狀況 一直在治病 錢都用光了 他們的收入本來就低於 這個每個月四千塊 是非常貧困的 所以他這時候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練習 我被選擇了我要練習 一天跳水四百多次 練出這樣一個完美的動作 然後他沒什麼時間讀書 所以剛剛講說有些字他不會練 然後他也沒有去玩過夾娃娃 他也沒去過動物園 也沒去過遊樂場 就是為了賺點錢 給他媽媽生病 這褲子一出來之後 他給業了全世界很多人 也會說怎麼這麼的傷感 所以他回去的時候 湛江那邊廣東那邊 開始有工商協會就說 沒有問題我捐點錢給你 送了他一套 他家裡一套房子 一個金莊屋 然後也有了地方 房地產的投資公司 送了他爸爸 他整個家庭一個商業部 商鋪你們可以做點小生意 甚至有遊樂公司說 你都沒有玩過 沒有關係 你呢 我們就送給你 一個到遊樂場來 讓你玩到吧 然後除了全紅產之外 中國大陸的媒體 又不想說拼命拼這個金牌之外 到底有照顧選手嗎 他們又在一個地鐵捷運站 找一個張上胡 他在20年前 也幫中國拿了兩面金牌 可是在這過程中 回去之後 2005年 2006年 他的後腳跟 肌腱裡面肌肉受傷了 這體操就不能弄了 從此沒人理他 流落江湖 流落江湖站裡面 到處的去那個 偷竊入獄 再怎麼出來 最後他身上穿了一個 中國當年的一個國家運動隊的 國手的隊伍 然後隨便寫著 我曾經是中國的國手 張上武 然後呢 跟人家到處乞討 一個金牌選手 他的金牌呢 150人民幣 敗了 只是為了換幾艙 所以紐約時報特別講說 中國在這拼這個金牌 還是蘇聯那個體制 每年挑數萬人 這些年輕的小孩子 你這是為了為國家得牌 為國家得牌之後 送進2000個學校 就像那個全紅產這樣子 不斷的去歷練 不斷的去訓練 得了牌 但是如果你沒有機會得到牌 你要是得不到牌的話 就是張上武 沒有人會理你的下一生 好 一種中國的 這個奧運金牌的選手的故事 在網路上引發 各式各樣的發酵 然後同一時間 也因為運動明星的人生故事 這裡頭確實 背負著很大的 個人的跟國家的命運 乃至於這一個改寫命運的可能跟期待 那同一時間也引發兩岸網友的爭論 那這一次包含小S 都直接被捲入這一場兩岸大戰當中 小S這個真的是有點扯 你知道 他呢 因為你知道 這一次我們台灣的那個表現非常好 拿了12金 已經 拿了12片獎牌 已經歷年來最好 所以特別是在那一場 就是所謂的林洋配 羽毛球雙打 幹掉中國雙塔以後 拿下那個金牌 你知道那個對中國的刺激有多大 那個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 中國的選手必須眼睜睜著 看著我們的所謂中華奧會會 以及我們的國習歌 要一路這樣唱完 所以那個真的刺痛了 整個中國小粉紅的心 結果小S 因為之前有人說 他的那個體操選手跟他女兒很像 他就開始在那邊 你知道 然後他就一直說要邀請這些國手 回來以後來他們家吃飯 那重點是這個國手這兩個字 踩到小粉紅的線 所以他就整個被大出征 因為那個小S這個出征已經出征到就是 你知道呼天喊地 其實不只小S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藝人 比如說像 鬼鬼 吳應傑 甚至像我們的那個 金曲歌后魏魯軒 然後像我們的那個蔡依林這些 全部都被出征 那這邊被出征的理由是 如果他們有提到台獨也就算 根本就沒有 所以這件事你回來 你知道這裡面最扯的是誰 我跟大家講一下 也叫柯家印被出征 你知道為什麼柯家印被出征嗎 小粉紅抓出說 因為他有代言台灣的一個分解查 那上面寫說 國家認證 品質保證 就這四個字 所以就被出征 所以你知道小粉紅出征 其實是亂的方寸 那小S一開始是沉默 那當然他的代言掉了四個 後來過了四天以後 他在微博總算發出一個聲明 他就說我不是台獨 那這個我不是台獨這件事情呢 據說大S 很關注小S的大S 他姐姐也去那邊按讚 然後張蘭 大S的婆婆 她也開始在直播裡面 就是講到這一段的故事 那這一連鎮的過程中 最後總算 你知道中共的官媒出來定調 因為他發現他們出征錯 其實小S被出征成台獨的時候 台灣很多人都在笑說 如果連小S 他們這種跟中共那麼要好的 都已經被稱為台獨的話 我跟你講全台灣99% 大概都是台獨 所以這裡面最後中國的官媒 就是所謂的海霞之聲 出來定調就是說 這件事情啊 小S不是台獨 是官媒 是民進黨 他扯到我們台灣民進黨說是三風點火 他認為說這個民進黨居心捧撤 應該要前者 那最近有一個美國的智庫 叫做IORG的一個研究 他發現其實中國在這一份 因為你知道 過去我們對於中華台北這件事情 當然之前我們2018年有所謂的東奧證明 但是那個時候是沒過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過了那個事情就過了 可是因為這一次我剛剛講 台灣的那個獎牌金牌拿了太多 所以那個所謂的那個熱度就起來 根據這個我剛剛講的IORG的這個研究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他們調查中國微博上 官方以及所謂追蹤數超過10萬的這些網紅 他們怎麼樣稱呼Chinese Taipei 結果他發現呢 83%點多是以中國台北來稱呼 那稱呼中國台灣也有極少部分 非常少稱之為中華台北 那你說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一種所謂的認識的概念 就是說他不斷地形塑中國台北 中國台北 那甚至剛剛創下的提到就是說 他們甚至還把中國台北的那個兩面金牌 還包進他們自己裡面去超車美國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效呢 有至少整個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網路社群 就全部都用中國台北 那中國台北你說到底差在哪裡呢 其實對老外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叫 我們的正式會名叫 中國名稱叫中華台北 我們分得清楚 但我跟你講老外怎麼分得清楚 Chinese Taipei 英文怎麼翻 我舉個例子 美屬沙摩亞 American Samoa 請問你怎麼翻譯 就是翻譯成美屬沙摩亞 所以像我們有英屬圍巾群島 英屬開曼群島 同理可證 這個Chinese Taipei 在外國人的翻譯裡面 它其實原格來講 它翻成中屬台北 所以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但是中國官方 以及他們的那些網紅們 用這樣的方式去認知 去搞到我們在國際上 明明就是拿下那麼好的成績 中國台北或中屬台北 所以這裡面 你知道美國的智庫 那個國家利益中心的那個研究員 懷頓在講一句話 他說所謂的中華台北 根本不存在 我們老外根本不承認這件事情 那另外 所以這個東西 你知道 中國這一套 所以為什麼之前 大家如果有看奧運的開幕式 日本的NHK在我們進場的時候 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日文 台灣です です就是是台灣 也是台灣 那這個東西 你知道中國的環球時報 官媒是怎麼樣說 他說日本人是故意做手腳 他說你利用奧運 達到政治陰謀 那最後的最後就是一句話 就是說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觀察 你那邊國外國際上那邊講什麼 中華台北中華民國 其實阿兜瓜根本搞不清楚 他會覺得中華台北中華民國 就等於就是PRS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現在的一個氛圍是 他們中國越不希望出現這個台灣 可是很多外媒 其實最後他都簡單的 就是說這是台灣 他就是用台灣 甚至他就是台灣以後 拿上我們的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這一連串 整個奧運這樣子 雖然已經落幕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所謂的 中華台北這個證明的這件事情 才正要開始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的專家呼籲挺台灣 突破北京的封鎖 中華台北根本不存在 那請教彭孝大哥 這一次冬奧 也看出台灣的國際架構的實語是 是的 自從這個今年年初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 說到中國現在面臨所謂 百年未有的變局 但是時與事在中國這一邊 從此以後 時與事在中國這一邊 就成了大陸的一個標準套化 套用在中國的每一個領域裡面 當然也套用在所謂的對台工作上 所以你看到最近中共的一些的對台統戰單位 不斷地套用這句話 這兩岸統一的時與事在中國這一邊 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看 以這一次剛才創下所提到的 那位中國最年輕的跳水選手 全紅蟬的悲慘故事 說實在這個故事裡面讓我們深深體會到 台灣健保的可貴啊 台灣你在大陸 你生一場重病 請家蕩產 賣田賣地 甚至於賣房 賣車 賣生都有 這就是大陸的現況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背後 就是這麼的黑暗這麼的悲慘 未來時與事 年輕的一代的台灣人 就像我們的奧運健將一樣 而且我跟各位講 人家說你算什麼 你只得到12面金牌 人家老共得了88面 拜託啊 老共多少人 老共有13億9800萬人 台灣多少人 台灣2570萬 2570萬除以12 等於多少 196萬人 產生一面獎牌 大陸13億9800萬 除以88 等於多少 1588萬人 才產生一面金牌 所以用人口比例來算 誰比較厲害啊 對不對 誰的表現比較亮眼 而且我告訴各位 在整個亞洲來講 印度人口13億多人 我們的獎牌數超過印度 印尼人口破億 我們的獎牌數也超過印尼 那麼我們在亞洲 只輸給誰 日本 韓國 還有什麼 烏之別客 伊朗 所以說我們的排名 非常非常的耀眼 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這 看到說這麼耀眼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不能夠用國旗國歌 來這個國際賽事 來光明正大的來出席 而且不但是今天我們在體台上的表現 如此耀眼 對不對 我們在整個平均國民所得裡面 我們在全世界排名第30名 屬於什麼 屬於前段班 高所得國家之力 然後在整個的聯合國裡面 一百七十幾個聯合國 裡面有七十幾個低度開發國家 有一些國家叫失敗國家 失敗國家真的是 根本這國家不靠譜 國不成國 結果台灣居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問題不是出在台灣 問題出在聯合國 問題出在大國打壓 中國打壓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事實 越來越受到國際的媒體的重視 而且當然 剛才中共媒體說 哎呀 這是東奧 日本政治操作 沒錯 在美中的對抗當中 自由世界的國家 就在炒作台灣的獨立地位 所以這個就代表說 這是一個大勢 大勢所欺 台灣未來到底在哪裡 所以說 此與此是站在台灣這邊的 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 而且我們也要迎接我們自己光明的前途 好那創下在東奧縣幕的同時 事實上這一次英國航空母艦 這一個也在穿越巴士海峽 跟這一個進入南海的過程當中 中國放了核潛艦尾隨跟蹤 結果國際媒體曝光它被發現 其實那個伊麗莎白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南海 到29號開始往東沙那邊經過 要經過巴士海峽 進入太平洋的時候 環球時報特別寫一篇 說這個英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沒什麼了不起 只是華盛頓的狗 但是他不知道狗的鼻子真的很靈 所以8月8號的時候 結果英國就說他們抓到了 中國動93級的核子動力全體 偷偷的跟著這個英國的航空母艦 在英國那兩艘巡防艦附近被抓到了 被英國給查到了 所以雖然你是稱他是華盛頓的狗 可是狗的鼻子真的很靈 這也代表了中國的這個核子動力全體 雖然他們已經做了很多改善 過去的時候說一下海一出海 就像牛車一樣 最近改變了很多 但是他們還是被抓到 而且他們這次被抓到是什麼 他們是已經有去研究過英國的 這些聲納設備或怎麼樣 所以他是特別在聲納族的 大概的範圍之內 主動式的聲納到達之前的位置 先要去潛伏 但是英國的技術還是有辦法 直接把他們兩架就抓出來了 抓出來之後 美國在今天早上 它的P-8A那個反潛機 又特別的飛過了巴士海峽 往南海那邊 飛到西沙群島到那個海南島那附近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因為中國的山東艦帶著它的兩艘動物 也在那附近朝野 美國就說那我就來看看你會怎麼樣 然後甚至於還被 上次在8月1號的時候 就是英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穿越巴士海峽的時候 美國的RCE35S 求是眼鏡蛇 特別飛到長江口那邊去飛來飛去 這兩天也在這附近飛來飛去 在做一些徵收 所以其實中國有動作 但是美國和英國就告訴你 他們絕對有能力把你給抓出來 但是中國這件動作還是引起了全世界 對於中國的一個警惕 為什麼是警惕呢 瑞典的斯德哥爾普國際和平研究所 去研究發現說2020年的時候 中國的核彈頭只有320 但是今年已經到了350 一年增加30個 以10%的連幀率快速的往上提升 那他剛剛講到核子動力潛艇裡面 就可能有巨量2 巨量3 就可以放核彈頭 所以他們是覺得到了2030年前 中國的核子動力潛艇有66艘 這個潛水艇的話 會造成全世界對美國的一個威脅 這個核彈頭可能會破千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美國的海軍戰爭學院 也提出了一個報告說 中國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他現在點名了63艘 中國的民用的一些渡船 比較大型 是因為他們從那個環球時報 還有從中國的海事研究所裡面講說 他們現在有可能一個方法 就是動用中國的民船 然後做成自己變成運輸船 兩棲登陸船 因為他們要渡海的話 伊斯蘭講的要200萬大軍 沒那麼多 他們只有三輛洞器物 那個八輛洞器腰 沒辦法那麼多 所以會把民用團動過來 都點名有這個狀況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國家利益就特別寫個文章 這個要呼籲是說 其實美國和日本這個時候 就不要只是在東方之盾 在我們的整個是西蘭有勢 那邊做一個呼應 應該跟台灣要共同的軍演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說他其實是講說 基本上川普並不是親台派 只是因為他對抗中國之下 無心插流給了台灣很多的好處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人呢 其實在這個為了自由民主之下 他是說他可以非常堅定的相信 如果問台灣人願不願意在兩海真的出了戰爭的時候 台灣人願意挺住 爭取時間讓美軍過來 台灣人是願意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就算你美軍過來 你台灣日軍和美軍沒有做過共同的操演 沒有共同的軍演到時候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怎麼統一視權 怎麼在軍事上做聯合 所以他呼籲台灣和日本美國 應該要開始共同軍演 好 我請教文杰議員 這次美國圍堵中國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國際戰略地位角色 都更加的提升跟重要 我覺得這一次從2021年開始 拜登上台以來 其實在美國參眾兩院 他大概已經提出了 大概七個跟台灣有關的法案 包括什麼防止台灣入侵法 台灣升級法案 戰略競爭法案 老鷹法案等等 包括最近一次的 就是8月6號通過的這個 參議院他已經通過 原來三月份眾議院已經通過 那參議院是在8月6號又通過說 這個支持台灣加入WHO的法案 那這個法案有點不一樣 跟過去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要求說美國政府在必須在每一年 如果那一年度台灣還是沒有辦法加入WHO的話 那美國政府就必須要提出報告說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 然後你未來還可以做哪些事 有哪些地方改進 然後用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明年台灣再加入WHO 我覺得這是比過去一些決議 或是要求有更實質的東西來 就是說他對客與行政部門責任 要求你每年要告訴國會說你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你未來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會不斷的往前走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像現在的美國兩院 他其實對台灣的這個部分 幾乎是你只要有人提出要支持台灣 提出一個法案叫大家簽 大家基本上就簽了 對 你這個有點像譬如說 像國會很挺台灣 沒有錯 然後基本上過都是無意義通過 然後基本上都是共識決 所以在美國的這個生態來說 它基本上就是已經停台 反中我覺得這是一個確定的大氛圍 所以立法部門是這樣 那行政部門大概也是這樣跟著走 但是行政部門他們所更 我覺得他們在戰略上的思考是這樣 就是說他不一定是說 是怎麼樣對你台灣特別好 而是說他們真正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不展現說 我對台灣要保持台灣和平 或是再一旦有事 我要真正介入台灣的這個決心的話 他們認為很可能就會讓中共 低估美國的決心 如果你讓中共低估美國的決心的話 那反而有可能會引起真正的戰爭 所以如果你現在就要把這些現話清楚 那譬如說我最近看到那個 美國前那個川普時代的那個國安顧問 那個副國安顧問啊應該是 博明 博明這個人很重要 因為川普時代的所謂的印太戰略 或者很多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對中的文件 對中戰略文件都是出自博明之手 那他認為說這個 中共對於這個武力統一 這個事情是很認真在考慮的 他要美國不要低估 中共的這個有可能動手的決心 他也希望台灣人不要低估 這個中共有可能動手的決心 那當然這個意思背後就是說 一方面他發出警告 但是一方面他也會讓大家知道說這個 就是讓中共知道說美國這邊事實上是有準備 那這樣的不斷的劃線的結果 就是現在也是把這個日本給拉進來 所以日本在這兩年 就是在今年吧 他的不管是他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還是他的國防部長岸信夫等等 都是史無前例的 都是直接就是把台灣問題提到說 是日本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那不像過去的日本政府 凡是這個碰到台灣 就是用模糊的周邊有事來帶國 那我想這個是 對於美國跟日本來講 就是慢慢把這個戰略 弄得更清楚更明細 希望能夠用這個清楚的 清楚的這個嚇阻 那告訴中共說你不要輕易動物 但是最後能不能夠這個 真正的實現的嚇阻 要看美國自己的實力了 其實現在譬如說美國的這些太陽司令部等等 他們都不斷的發出呼聲說 中共有可能動物 那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你國會要給我錢 國會要預算 那個我要照軍艦 然後照這個2.5代的這個 這個照艦計畫 然後防禦飛彈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台灣這個部分 台灣的議題也有 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這也是一個可以拿來 作為這個建軍 建軍 然後這個 加強美國海上實力的一個有利的理由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白宮連續幾天 出來警告Delta疫情真的要嚴陣以待 那這一次美國確診的案例集中在年輕的族群 甚至包含蠻大數量的 12歲以下的這一個小朋友 然後同時呢在中國的疫情也還在炸鍋 疫情炸鍋時的包含了全球主要的這一個經濟體 到底會不會受到傷害跟衝擊 現在高盛的意見都比較保留 黃富怎麼觀察這樣疫情的變化 好的我想就在我們今天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們在上個星期 在8月5號這一天 事實上全球的確診人數是正式突破了兩億人 所以呢美國事實上呢從6月28號呢 他們那時候觀察到他們每天的確診人數 大概就是一萬多人 但是最近的8月6號的這移動平均值 已經來到11萬人 換句話說你看才一個多月的時間 美國確診人數已經增加了快十倍出來 這就代表了就是拜登總統在講了說 在全美的這個防疫的形態上面呢 已經又進入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而這個階段裡面在美國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我們就發現到說 美國就是我上次有提到 他們有9300萬該打疫苗的人都不去打疫苗 這是美國一個很大的困境 那美國這個不打疫苗 相對於英國的高接種率 所反映出來兩國的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 你就可以看得到明顯的對比 因為相對於美國我們看到英國 最近我又在監控這個英國的疫情發現說 他們最近的這個每天確診人數 從最近的這一波的四萬七 已經又降到兩萬七千多人 就解封以後在英國已經超過一天 就兩萬七千多人 但是我觀察他的死亡人數的七天平均值 大概就在四十個人到八十個人之間 一天死亡人數在英國 所以相對於美國 那英國就是一個對照組給美國看 就是說他們的接種率高 然後他們也是解封了 可是他還可以在他的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 控制在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 可是美國就不一樣了 因為美國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來講他的確診人數 你看增加十一倍 但是你再去仔細觀察美國的狀況 你會發現事實上他們美國 像最近南部的很多州 都是確診人數增加特別快的一些州 但是這些州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 他的疫苗接種的比率相對是低的 所以至少從美國的這個案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只要疫苗接種率高 相對你的重症住院的人數是少的 這件事情我想在全世界來講 應該是毫無疑問是這個方向 所以像他們最近的佛州 他們在8月6號這邊 他們就觀察到說 他們在佛州有兩千多個人住院 那兩千多個人住院裡面 有高達92%的人 都是沒有打過疫苗的住院 所以最近你們看美國的影片很有趣 常常有一個影片是 那個年輕人躺在床上 那最後可能重症已經快要不行了 他最後會告訴那個來探視他的人說 早知道趕快打疫苗 年輕人 這個影片我想各位在座你們再去YouTube 很多這樣的影片 所以美國就是有一群這種 對疫苗的這種猶豫者 那造成美國這個疫情上的一個破口 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剛才用英國來跟大家對比 這樣的狀況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Delta病毒呢 確實跟Alpha病毒 之前我們也談過它很多的一個差異 那最近有一些差異又不斷的被發現出來 譬如說有人就發現說 這Delta病毒 不管有沒有打過疫苗 你的病毒量都一樣 哇這點就很糟糕了 我們之前講說Alpha病毒不是 Alpha病毒說 我打完完整兩劑疫苗 起碼我即使我被感染 我病毒量少一半 少一半的話 我對加護的傳播率會減少 我的感染率會減少 但是Delta似乎病毒量很接近 當然這篇文章是寫說 還需要進一步的收集資料 但是起碼已經有人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點出來 所以這也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美國拜登這個總統在這裡講說 即使你接種完兩劑的疫苗 面對你的病毒量可能一樣 因為你接種完 跟沒有接種你病毒量都一樣 所以只有靠什麼 戴口罩 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看到美國特斯拉要求員工進去要戴口罩 他為什麼要要求要戴口罩 就是他們已經觀測到說 如果說打完疫苗 有打跟沒有打的時候 你被感染的病毒量是一致的時候 那唯有戴口罩才能防範什麼 病毒去擴散出來 所以這也就是說防疫的作為 我就想說不斷在滾動 原因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就是說我們在看到 就是說這個台灣目前的狀況 那台灣的這個防疫的情勢 我今天剛好 台灣現在是缺疫苗啊 疫情已經緩解了 但是疫苗 宏復你上個禮拜五來說 你們暫停暫時短缺中斷了嘛 所以你們這個禮拜三才有可能開始重新施打 但是這個禮拜三施打的是莫德納 而且數量也是相對有限嘛 對 包含這禮拜我們就是針對酒莫德納 而且是提供給那個就是說 第一類的跟第二類第三類孕婦打第二劑 那還有就是說55歲到65歲 53 54歲打第一劑 但是那個人數都相對是比較少的 對 所以我才會講說其實 所以媒體追蹤報導 可能有將近400萬人等不到莫德納第二劑 對 而且事實上也有可能其中呢 要再打莫德納完整接種完兩劑 可能剩下不到100萬人 OK 所以我才會講說 在目前的台灣的疫情的上面來講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個算是好消息 因為我觀測這個七天的移動平均值 今天第一次破個位數 七天平均值來到只有9.4了 這是我們從這個五月份到現在 抗疫將近80天之後出現這樣一個數字 這表示說在這段時間 不管我們中央的CDC 我們民眾在這個三級 在三級警戒下的配合所帶出來的成績 但是主持人講的沒有錯 這個疫苗的問題還是非常嚴肅 尤其是說我們這第五輪打完以後 就這個禮拜 禮拜三打完以後 再來就剩高端可以打 那高端上來打的話 事實上我想高端出奇的量也不是那麼多 那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呼籲 今天不管是說接下來的高端疫苗 或者有什麼疫苗來 我只能跟我們的民眾呼籲說 有疫苗就趕快去打了 先打一劑 這就是你目前最好的策略 我在電視上已經講過非常多遍了 先打一劑 為什麼 因為台灣目前我們還在 Alpha病毒的這個流行階段 只要我們邊境守好 不要讓Delta病毒有縫隙 鑽進我們的社區的話 至少在Alpha病毒流行期間 你只要打好一劑 你就有很好的這個防護能力 那也不要再去選什麼 說我一定要打什麼疫苗 有疫苗來 因為我想 我們8月15號以後可能是高端 接下來9月初不知道 可能是VNT 可能是Moderna或AZ會再來 只要有什麼疫苗來 你有機會 你就趕快去接種 這就是在目前你在台灣 最好對你的防疫的策略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們現場我們今天聊的是 白宮連續幾天出來出面警告 Delta疫情的蔓延 除了影響到疫情的控管之外 另外一個要特別小心的是 供應鏈的穩定 跟供應鏈的變數 然後中國的疫情也還在炸鍋 事實上高盛最新的研究報告 直接砍了對於中國今年的 經濟成長的預測 那請教月中 台股雖然相對於全球的金融市場 跟全球的經濟表現 確實比較亮眼 但是下半年Delta的變數 確實也籠罩這個市場 確實這些事情都是一環扣一環的 而且現在全世界基本上受這疫情的影響 其實大家都一樣只是輕重的差別 所以台灣就算狀況比較好 如果當其他國家不好 難免還是會拖累我們 我們從最近的台股外資的動態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8月初其實外資連續四天的買超台股 可是從上禮拜五跟今天 又再次賣超台股 今天又賣超了73.5億 上週五更多的是賣超85億 所以今天台股又小胡的回檔 回檔了41點 跌幅大概0.23% 收在17485點 那成交量也再次萎縮 今天成交量低到只剩3498億 也是6月初以來的新低 所以這很明顯都跟外資的動態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就實際的數據來看 不但我們的國內廠商 在上半年也非常的耀元 就算7月以來的 照理說大家先知道 我們在股市場有一種說法叫 五窮六絕七上吊 整個這個第二季以來的市場的 這個在過去長時間都是一個 相對低點的時候 7月通常會是最差的 但是你看到到目前7月份的營收的公佈 其實已經公佈的當中有93家 再創歷史新高單月營收 甚至因為還沒有全部公佈完 要到月報是在每個月的10號以前要公佈完 預計有機會會來到比去年的同期的123家來得更多 好 那到目前為止已經公佈 最厲害的有兩家公司 一個叫做聯友 這個IC設計的大家應該都比較熟 另外一個叫常盛生計的 這兩家公司有什麼特別 他們是從今年1月份以來 每個月都在創歷史新高 這是非常不得了的紀錄 連期了 這非常的誇張 好 那我們再看到幾個比較代表性的公司 7月份的營收 我們看到旺猴7月很亮眼 單月又創了10個月來的新高 可是你看到代工的兩家公司 偽創跟營業達都不好 那網通的兩家公司就 兩家就很明顯不一樣 你看到智邦相對就比較好 不管是月增或年增都是持續成長 但是制衣的部分其實就在往下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對應到我們看到 今天這幾家公司的股價 變成不管7月你的營收好或不好 今天這四家公司股價都是跌的 而且跌幅也相差不到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大環境大市場不好的時候 大家都有可能會跌 所以今天旺宏 你看他7月營收最好 結果他今天跌了2% 那偽創也是下跌的 偽創今天反而是只跌了0.4元 跌幅是1.4% 那音樂達也跌了三毛錢是1.27% 那智邦的部分你看到智邦七月在往上漲 可是他的營收在往上 可是你看到今天還是下跌了0.5元 那智液相對不好 可是今天他一樣跌了0.15% 所以這就是一個大環境的問題 好 那剛剛您關提到高盛現在把中國的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下調 尤其是第三季的部分 一口氣從原本預估的5.8%下調到只剩2.3% 哇 這條幅是對半坎 好 那原因就在於疫情的關係 不過高盛很奇怪 他說中國預估可以在一個月內把疫情控制住 夠可憐 所以因為大家在指引 因為他下調第三季卻沒有下調第四季 所以以致全年其實只有下調0.3% 可是他不要忘了 這個疫情 你說中國真的控制得下來 大家也看到最近都在講 中國的疫苗根本這個效率是非常差的 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如果今天中國的疫苗保護力好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一款扣一款的事情 反而是高盛更擔心美國 他是說因為如果亞洲斷戀的話 那美國的經濟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會覺得很奇怪 中國的情況應該比美國更糟糕 他比較擔心美國 那提供大家參考 來 再看到中國現在的問題 也是 不是只有美國會有斷戀的問題 中國也是 因為中國缺芯 缺晶片非常嚴重 所以現在中國政府要出來查了 甚至他的官媒 央視財經也出來說 他說你們這些這些經銷商 這些這些相關的這些企業 你們最好趕快收手 懸崖勒碼 要不然被查到的話 你就吃不了兜著走 因為就數據上來說 他們覺得廠商出廠價 其實從去年以來不過就漲了兩成到六成 怎麼到了經銷商手裡這些晶片 卻暴漲十倍到二十倍 那所以中國的官媒才會說 你晶片根本就是炒作 缺訊是事實 但是沒有理由價格闖得這麼兇 好 再看到中國重量級的企業 中心公佈了他們的第二季財報 可是這個財報出來 大家非常質疑的一件事情就是 居然沒有二十八奈米以下 也就是更先進製程的部分的 對業績的貢獻 因為他們只提到到二十八奈米 是占整個營收的十四點五趴 可是這幾年 他們一直在說我十四奈米做出來了 甚至我十奈米也準備上線了 可是佔整個營收佔 如果我算了一下 真的這二十八以下是零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之前不都說你多厲害多厲害嗎 好 所以他們的執行長 趙海軍就出來說 真的 二十八以下 受到設備的影響 因為得不到批文 其實指的是被美國封殺 你買不到設備 所以根本就做不出來 甚至連之前最鐵齒的梁夢松 也出來承認說 中國 尤其是中心半導體 你想要彎道超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產業基本上 你就是要循序漸進 你不可能前面做不出來 你後面做得出來 你現在就只能做到二十八奈米 你還在想十四奈米 想十奈米 甚至更低 不可能的事情 再看到一樣是台積電的競爭對手 Intel 巨星格最近接受 華盛頓郵報的訪問 提到他們在這個月的下半個月 將會有一個重大的投資案公佈 這個投資案叫做超級的晶圓廠 其中會包含六到八座 整個投資案的總金額會高達一千億美金之多 而且這巨星格說 一旦我這個廠一成 我預計未來幾年之內 就有機會會超過三星 甚至台積電 這語氣講得很大 那當然他重點還是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在美國建廠成本非常的高 如果跟亞洲比的話 就他們的估計 比亞洲高百分之三十 他應該指的是台積電 如果跟中國比的話 正是高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話風一轉說 所以美國政府應該補貼 他這個差額 換句話說他就是希望美國政府 可以補貼他三十趴到五十趴的建廠成本 未來才有機會超越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用這樣子的方法 在威脅美國政府 好再看到台積電 當然也不是罵卡 台積電的董事長 劉德英老心在這 為什麼 他有三大策略 可以讓台積電持續維持領先 第一個 大家看到我們過去一直在講 這個晶片漲價漲價 可是台積電大家注意到 台積電到目前為止沒有漲價過 雖然好幾次都傳言 像最近這幾天又在傳言說 他十六奈米以上準備要 這個漲價十到十五趴 但是台積電都沒有正式發布 所以他就是藉由這種方法 跟客戶一條心說 我不會趁火打劫 趁機漲價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別人早就漲翻天了 第二個策略是 他知道整個台積電的成功 不是靠自己 所以他必須要跟其他國家建立好關係 所以他說為什麼你要去日本建廠 你為什麼要到德國去建廠 當然這還沒有確定 因為在歐洲 我們知道除了荷蘭的這艾斯摩爾很重要之外 還有德國的蔡司的鏡頭 如果沒有蔡司鏡頭 基本上艾斯摩爾的光刻劑也做不出來 當然日本還有信越化學 他是西晶圓的龍頭 當然台積電必須要維持他們好的關係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台灣在這幾年在缺水缺電 甚至缺人才 所以他可以利用國際建廠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大家看到台積電現在就是 一個人要對上世界各國的競爭 你看到美國政府大量補貼 連德國都要補貼一百億歐元 給他的這些相關產業 那整個歐盟更是高達一千四百多億歐元 那日本政府也都在補貼 可是台積電 幾乎好像沒聽說政府給他的補貼 所以他靠他自己的力量 要對抗全世界 真的是很困難 那我們再看到 我剛剛一再講到這個晶片缺貨 現在就統計 全世界的車用的晶片 全世界六大廠 就是包含了恩智浦等等 這六大廠就佔了全世界九成的產量 問題是這六大廠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都是交給台積電代工 換句話說光台積電 一家公司大概就生產了全世界 大概六成左右的車用晶片 好 那大家可以想 那台廠都沒有人生產嗎 有 台灣的新唐 最近也有大動作 他把日本松下的半導體的相關的部門 全部吃下來 不容易 那盛唐的部分 他也打入了現代汽車的供應鏈 那另外中國的部分 他們自己產的 其實只占他們的需求 只有五到六%而已 就知道中國缺晶片 真的是缺得很慘 他們希望在2025年 能夠提升到25% 可是我想很難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台積電的股價 逆勢小漲的四塊錢 好 再來我們再看到 哇 大家關注的長龍 終於公佈第二季的營收 這個業績真的是下下降 我們過去這一兩個禮拜 追蹤了很多企業的營收 可是這個長龍真的是超誇張 尤其你看他的存益 四位數的成長率 你看到第二季成長12倍多 上半年更成長27倍多 所以你看他的毛利 54%多其實比台積電還高 你看到他的EPS也都比台積電還高 最近長龍有一艘全世界最大的船 交船而且回到台灣的 叫做長販輪 原本全世界最大的是 韓國商船他們的聖彼頭號 可是長龍的這艘長販輪 硬是比他長10公分 不要小看這10公分 他可以讓他多載172個貨櫃 那以現在市場來說一個貴出一趟就有1萬美金 所以170幾貴出一趟就是多賺100多萬 你看到一年可以出多少趟 所以你看到今天長龍 其實有點可惜 今天本來盤裝一度漲得蠻多的 但是收盤只小漲0.5元 不過後續就長龍自己的說法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更好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